本集由全台貓腳鷹店家 香港press car 馬來西亞蓋牙卡店 以及廣州玉丸堂贊助播出 快點要玩囉 哈囉大家好 我是芒國 今天來介紹一副電龍GX加九尾GX的牌組 好首先看到我們東東鼠 他就是幫忙我們綠牌的角色 來特性是從手牌下到後牌之後 可以把手牌全部丟掉 重新抽六張 那這個的話 一回合只能使用一次 這個東東鼠的特性 特別注意一下 來第一招打50點 那GX打50點 對手會呈現麻痺狀態 然後把東東鼠身上全部的東西 全部返回手上 哎呦 那這個返回手上的話 其實有個用意就是說 如果對手下回合 會把你的東東鼠抓出去幹掉的話 會輸掉這場比賽的話 也許你可以用GX來返回手上 逃過一劫也說不定 不過這個情況並不多就是了 來看一個咪利羊 當他在全排的時候 可以直接使用他的特性 讓對手前排寶可夢 呈現睡著的狀態 那睡著的話 就祈禱對手不要醒來了 那他進化成我們的電龍 GX非常非常的可愛 那很多人叫他要頭龍 為什麼呢 因為他會打針嘛對不對 來第一招打30點 那你可以把目的全部的電針 回到你的手上 所以說你看 如果這回我打了4次針 再加上我們打30滴 這樣打多少 150滴 150滴打完之後 我的電針全部又回到手上 哇 下回再打150 Nice 或者是怎麼樣 第二招150滴丟掉身上全部的電能量 然後怎麼樣 我如果打了4次電針 變得打多少 270滴 也是相當相當痛嘛 不過這情況並不多就是了 來GX看一下 從牌組拿7隻寶可夢到你的手上 然後洗牌 這個GX我堪稱真的是有點爛 爛到翻掉了 OK 接著就是我們的小米名 電系寶可夢的牌組 必放的一張零星卡 他可以直接在後排飛到自己的除外區 然後從目的減兩個基本能量 衝到自己後排的兩隻寶可夢身上 這個衝的話 基本上全部都是給我們電龍 以及我們的九尾來做使用 好來 六尾抓一隻 放兩張 因為抓怪的六尾已經退完進了 所以就隨便放吧 好不好 隨便放 來看一下我們這個九尾 九尾從手排進化到後排的時候 或前排的時候 只要進化上去的時候 可以直接從牌組拿兩個道具卡到手上 那這兩個道具卡 各位拿什麼東西呢 基本上都是拿糖果跟電針 可能比較多一點點 多一點點 那其他的情況就看情況做使用 有可能會拿狙殺球 或是我們這個3.0 或是這個雷達 寶可夢交換 都是有可能的好不好 來進化上去之後 第一招打70點 他的附加效果是打對方後排30點 那這個30點也許可以拿來補刀 也說不定 那狙殺的話 其實我覺得這個狙殺 可能還比較好用一點 如果遇到異獸的話 異獸寶可夢的話 你可以直接使用這個狙殺 把對手前排的 異獸寶可夢直接擊殺掉 直接擊殺 所以說我覺得這狙殺 可能如果遇到異獸 可能還比較有用吧 不然你說真的 這個狙殺 電龍狙殺還蠻爛的對不對 來狙殺球放兩張 因為可能就是為了抓 這個我們的 酒尾比較多 那雷達放兩張 就是不用 基本上你可能需要丟一些 不需要的東西 例如糖果林 既進化三隻了 你還有一顆根本用不到 丟掉吧 或是怎麼樣 你可能這電龍已經進化兩隻了 那另外一隻根本進化不出來 就把它丟掉吧 或是什麼 很多東西如果用不到 例如電能量 你可能需要丟掉 用我們的小米民來衝回來的話 那也許我們的這個雷達就發揮到 非常非常大的用處 好 那電針放四張這個不用解釋 幫助我們的電龍來攻擊力提高 那3.0芒果放了三張 就是怕可能抓不到想要的東西 那我們最需要抓什麼東西 基本上應該是電池 可能比較多一點點 比較多一點點 因為我們電池可以拿電能量 加上我們的糖果 來直接進化我們的電龍 電龍進化上去之後 怎麼樣 可以直接打電針來做進攻 所以我覺得這才不錯的選擇 那再來的話就是我們的糖果四張 硬張放一張椅背不時之需 如果對方手牌太多 就把他干擾一下吧 這個都沒有什麼問題 來 交換放兩張 你看如果我的電 假裝我們的東東鎖在前面 或是我們的九尾在前面 那我們後排可能需要做 用米民做充能的情況下 那我們可能就需要 充完能之後 直接做switch的動作 然後來做進攻 都是可以的 都是可以 我覺得都可以 那幫我放了兩張弗拉達利實驗室 那我覺得因為這部牌說 真的沒什麼好放的 真的沒什麼好放的 所以說我覺得就放弗拉達利實驗室吧 OK 那再放一張臨時的電廠 這個電系寶可夢牌組 必放的一張電廠 可以幫助自己的電系寶可夢 攻擊費用 少一顆電 少一顆電的攻擊費用 來 竹籃三張 這個利加一張 莉莉愛四張 電池兩張 這個人物卡 我已經放到爆炸了 十張應該夠多了吧 來 妖精能量放兩張 就是幫助我們這個九尾 也許可以使用到他的招式 也是說不定的 來 那電能量九張 應該都沒有什麼問題 我們馬上來測試看看 我們的電龍 藥頭龍GX 藥頭龍 因為他一直打針啊 打不停 針針打不停 誒 我的藥頭龍呢 誒 這裡啦 來 看一下對手是誰吧 喝個水 我有點感冒吼 嘖 所以今天有點鼻音對不對 來人咧 等一下吧 咧 咧 太久了吧 嘿呀 從哪里是 嗯 下面有人在玩是嗎 欸 太久了吧 我的媽呀 呃 怎麼回事啊 電超鋼龍 這一看就容耐吧 其實我覺得這部牌放電針也不錯 誒 說錯了 放那個雙槍也不錯 對不對 因為有酒味可以放 可以用 好啦 不過沒關係啦 算了 哇 這情況下看起來要東東數囉 而且對方先攻喔 哇尷尬 這下尷尬了 蛤 花是歷史 月神嗎 好 好 才拿一張 Why 為什麼 恩 為什麼才拿一張 喔 有超能量的話 減三二十 喔 好 好 好 撤退 好 再拿一顆操 恩 目前我都看得懂啦 可是我手牌有點鳥 我可能要撐 如果我先手的話 這手牌就不錯 可是我後手 你知道嗎 我後手這手牌就顯得並不是很好了 除非等一下再有隻滅力養 好 換我 哇 我想一下喔 睡吧 孩子 那就結束吧 哇 醒來 不過我覺得他這回應該是殺不掉我啦 我覺得啦 應該吧 應該吧 他只要沒殺掉 我基本上我就穩穩了齁 我就應該基本上九尾跟 我的電龍都做得出來了 應該吧 那我就印章感覺沒什麼用了 唉 虧 居然先抽到 好 特性加手貼嗎 那你有辦法進化嗎 特性加手貼是不是 好 厲害 看來有沒有辦法進化出來啦 還要撤退耶 有點難吧 我覺得 我真的進化出來了 烏鴉嘴 再特性 那你有辦法撤退嗎 120 好 要switch或滑板車齁 竹籃 OK 應該看起來是沒了 喔 不要啊 大哥 好 我知道對方的構想了 我知道了 我大概猜到了 想一下喔 首先呢 我想一下喔 九尾其實沒有那麼重要對不對 九尾其實沒有那麼重要了 九尾現在可能沒有那麼重要了 所以我覺得我可以先打一支針 讓我想一下喔 各位 讓我想一下喔 基地交給了 1週刀 4初 第一次 10秒 6日 其次 2 4 6 好,我現在可能要兩支針才有辦法打掉它 欸,有九尾耶,太好了,我想一下喔 來,拿一個寶可夢交換通信 再拿一支電針 來,換回去 我現在可能比較需要再一支滅力養 不過現在我應該是不會被殺啦,我覺得,應該不會啦 這先開掉,用不到了 欸,我想一下電針,我想一下喔 電針還有幾張,看一下喔 電針一二三,所以我還有一張電針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我可以再拿一張電針,好 好,全部打掉 好,直接第一招 欸,一百二十,因為我第一張丟掉的 好,各位,我等一下怎麼樣 你如果的月神你敢出來,我怎麼樣直接秒掉你 齁,一百五加四根,兩百七,我直接秒你 各位有沒有看到,我第二回合可以做成這樣子 你有沒有覺得,這個電龍太猛了吧 太屌了吧,來,你出來 你出來 出來啊 兩百七十滴,電死你 不過他這個我看一下喔 他的GX對我動不了,因為我不是基本寶可夢 所以說他的特性跟第一招基本上都打不到我 都對我無效 好,那特性我覺得應該是可以再貼一個 對方下一回合不能治癒是不是 不能治癒,我本來就沒有打算治癒啊 所以沒什麼差啦,還好啦 好,主欄,那他可能還要再做另外一隻月神吧 我在猜的,有可能喔 好,寶可夢交換 換一隻四二真龍吧,我在猜的 來,四二真龍呢 四真龍幫忙充能 然後我們的這個月神可以幫忙轉移能量 轉移能量 還有加上這個也幫忙充能 所以我覺得他這樣配的話 兩種充能的手段 我覺得有一點麻煩就是了啦 如果要我配的話 我覺得配巫賊就夠了啦 我就配巫賊一種就夠了 可是現在已經沒有月之祭壇了 所以我覺得 嘖 不確定 喔超夢 喔 對手的能量 我只有一顆耶 對手的能量 所以還好 好 特性 喔他 等一下是想打算直接模仿是不是 欸你要幹嘛 喔轉上去 喔他不想讓月神死掉啦 好合理 合理 那直接打一百二十滴 你一百二十滴也是要被我秒啊 那我下午要盡量齁 盡量做出我的另外一隻魅力養 好不好 不能治癒是不是 一 二 三 四 好 直接厲害 哇我的妹妹沒有出來嗎 嘖 我想一下喔 好我等一下再做 我等一下再做 先這樣就好了 好一百我加一百二 剛好兩百七打掉 一 二 投降 幹嘛投降 我玩的真開心欸 欸蠻強的各位有沒有發現 我的電龍好猛喔 欸 我剛剛其實已經表現 表現完全部的那個招式啦 為什麼沒有 我只是這個 零星明明沒有表現到而已啊 重點是其他東西 我全部都表現到了吧 我覺得超猛的啊 好酷喔 好啦我九尾其實沒有表現到啦 九尾有幫助我們拿那個 電針和那個 寶可夢交換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OK啦 好 那我覺得對方這副牌 我覺得可能 沒有 可能剛好遇到我比較順的情況下 剛好兩百七直接幹掉他 他就會爆炸 有沒有發現 好啦那我們今天這個電龍GX 如果你想怎麼調整 你自己調整好不好 因為我覺得芒果這樣組 我覺得已經算OK了啦 不算爛了吧 應該還OK啦 那剛剛芒果在場上的話 其實我覺得我的手牌 還算蠻漂亮的 有可能直接第二回合 直接再做出 就是說 我的電龍如果被殺掉的話 我是有可能 在下一回合再做出一隻電龍的 不過我的那個 電針可能都沒了 我可能要打第一招 第一招把它撿回來 好 那基本上應該就這樣子吧 我們電龍GX 那芒果今天打一場就好 因為嘴巴 喉嚨有一點點痛 那就這樣子喔 我是長年駐在非洲芒果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喜歡芒果的影片請按讚 想知道更多PPC區 歡迎訂閱頻道 小鈴鐺開起來追蹤直播 芒果最新動態都在我的粉絲頁 以及IG 我們下次見